君子 张树权 男二十三岁甘肃人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大专 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 赛场的十二位企业家 HR专家团 赛场的各位嘉宾和电视机团观众朋友 以及我最亲爱的图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叫张树权 毕业于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作为一个充满活力 充满自信 同时富有创造力的我 在校期间曾两次获得爱小标评称号 同时通过发传单和实习工资 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通过跑滴滴 磨去了自身年少轻狂的锋芒 在培训工作中 可以很好地照顾到 每位学员的情绪及表达 一出场的时候 给大家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表达能力很好 也具有亲和力 对刚刚毕业的小伙子来说 应该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的我 勇于挑战 敢于挑战 热爱学习 今天有些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寻求一份 总经理助理 北训师讲师 以及各位企业家 认为适合我的职业 谢谢 你好 蔡老师 跑滴滴还能磨掉性格啊 对 原来性格比较爆 然后跑滴滴的话 当时是因为实在是没有钱了 那你做滴滴怎么就磨了你的性格呢 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就是打比方 就说花个几块钱 想那种冲大爷 一上车把门啪就一关 然后后面有那个腰枕 拿起来之后就往后一扔 后面有乘客 是拼车单啊 现在是 然后我说您怎么了 失恋了 没有 他什么话没说 他说我既然花了钱了 你们一定要给我提供好的服务 然后我就把车开到快速路上 然后找了个应急口 停下了 我说不拉你下去吧 然后呢他就下去了 然后就是说我好好跟你说话 你好好开吧 我说不 我说既然你已经耍无赖了 对不起 我不可能说因为你几块钱 去充当大爷什么的 我说您下去了 就给赶下去了把授予 现在的我的话 可能就是话一句话不说 我跟你不沟通 我把你顺利地拉到你的目的地 然后您下车 可能就这样了 但是不会 那现在就没脾气了是吧 对 已经被磨得很少有脾气了 这个看样子一无所有 还是能教会一个人成长的 对 真没钱了那会儿 真没钱了 因为跟母亲生一点气 然后我说我能靠自己养活自己 我说我这次还有辆车呢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养活不了自己 就发现真的养活不了自己 车是你自己买的 没有 车的话是家里掏了三分之二 自己掏了三分之一 好自豪啊 我觉得还好吧 刚当时买车的时候大二 大一说在做过空乘是吧 对 在哪两家公司 在海航和山航 那以你以前脾气那么火爆 你怎么做空乘啊 那空乘上可能大爷更多呢 其实我当时也去想去磨练自己这种脾气 因为毕竟脾气不太好的话 你可能在以后社会上的为人处事啊 或者健身待悟方面 永远不可能取得一个人成功 那你跟那个空中的乘客发生过冲突没有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就算你再刁难 我也会微笑对待 后来说去干青子园的园长助理的嘛 对 对吧 那是干什么工作呀 负责一些日常的一些教务安排 招生计划 然后每天的工作安排 然后甚至一些团队打造 这些 跨行挺大的呀 突然干这个了 干的习惯吗 没有 干这个之前我是在北京的某家教育公司 在干一个教育培训的一个行业 这个单位干了多久 这个单位干到现在应该是一年两个月 还没辞 还没有辞 还干着 快乐吗 可以随时辞着之 因为这家公司运营出现了问题 然后拖欠了五个月的工资 没有犯 拖欠了你五个月的工资 对 全公司的五个月 不止是我一个人 一个月多少钱 7K 那磨平了性格之后 你对于将来的规划是什么 我想的话 现在想去应聘一个总经理助理 然后从而获得更高的一些人脉 因为我发现在干过 这么多教育培训行业之后 接触的等级的人越高 他们的思维和他们的方向性 和他们的明确性 真的很清晰 而我往往差的就是这个东西 今年23上面写你说 30岁的目标是年薪50万 我好像说的是100万吧 100万 对 钱很重要吗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今天来应聘的是总经理助理 对 和陪秀师讲师 这个想做他们的助理是吧 对 或者是副总助理 想做谁的助理 陈总这边 做他的助理 他脾气可爆了 因为我现在脾气已经很好了 然后几乎在这两年中吧 应该是没有发过任何的脾气了 没有发过任何的脾气 对 我们都成了机器人了 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乐春酸奶的艾总 为什么想做他的助理 这两个人吓他太大了 因为艾总看着很漂亮 应该心里很温柔 觉得艾总比较有亲和力 所以你想找一个 有亲和力的领导吗 对 他就没有亲和力 你要做他的领导 这个又有亲和力 你要做他的领导 其实我相信陈总 一定是有亲和力的 那这两个人 你们选谁 主选陈总 我问一个问题 这么想赚钱 那销售岗位拒绝吗 我们也是属于销售岗位 但是这个销售的话 我应该是想去接一些 管理层的销售 你要求薪资多少 8K 毕业了多久了 今年6月份毕业 你说还没毕业 对 就要求8K 因为我上一份工作是7K 我想把一个事情 跟你端正清楚 因为总经理助理 在这舞台上 就争论过很久了 对 你形象好 对吧 谈吐可以 但是没有做 这个总经理助理的 除非是那个 纯行政类的 对吧 但跟你那个薪资 又不那么匹配 你肯定想学业务嘛 对 所以其实我建议你 别拿总经理助理 当个框 你还有个具体的方向 那就培训师讲师 或者是督导 你做过培训讲师没有 我们到每个援所 去做所谓的 我们称叫做业绩倍增 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启动大会 这个启动大会 就属于团队打造 个人认为 应该是属于 培训讲师的一部分 我说实话 我觉得咱们平台 有很多人 一来的说 自己十一工资 七千八千的 我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这个 现在至少在我 见到的很多企业 他们都有明确规定 一般一个工作日 是200人民币左右 这还是不错的 尤其好多都是技术岗 才能给到这样的钱 但一般来说的话 一些普通的行政类的岗位 只能给到150左右 我是觉得 第一份工作的工资 应该不是 你首先考虑的东西 我蹲证一下 就你那个七千 是total七千是吧 你底线是多少 底线7K 最高的时候拿到17000 所以我就问你吧 你自己选择 调不调吗 不调 不调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在山东青岛 因为我想找那种 全国跑 等一下张绿泉 我觉得你刚才回答 说不调的时候 不像脾气磨平了 你总得有个理由说 所以我不调 你连个缓冲都不调 你脾气哪磨平了 你凭什么不调 人家专科应验 毕业生都五千 你张口八千 理由都不给我们一个 不调 我们留等我们啥呀 陈总刚才他旁边告诉我 说他这17000 不是这一个工作 他是在这个工作之外 不知名的 就不知情的情况 他有个兼职 总共17000 你是一份工作17000 还是 两份 算了 那你说什么 那你说话 你是瘫在一起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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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就在一个 非常浮躁的过程中 我觉得小伙子 其实是很有能力的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你调不调 不调 7000是吧 对 第一轮选择取回来 还有六战战 谢谢 天生我有财 你这样不要 你不是要做讲师吗 你讲一段 我给你命个题 给你三分钟 命题的题目就叫做 一个男人是应该有脾气 还是应该没脾气 好不好 好 其实呢 在张老师看来 一个男人 有没有脾气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而重要点 他是否有能力 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 可能只挣2000到3K 回家对着自己的媳妇 大发雷霆 认为你没有用 或者你没有带给我 我想要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是社会的底层 但是说一个男人 在外面挣2万 3万 回到家 累了 当他在跟他的夫人 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夫人给予的一些不理解 或者是一些不关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给予一些 较为温和的一些措辞 可能会使一个家庭的 家庭的一个感觉会更好 可能当时因为一些紧张 导致一直是在往下编辞 而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构 架构 没有顺着一个点往下说 而把自己转迷糊了 你这也太扯了 而且你结婚了吗 你就妻子妻子的 没有没有 其实你大家可以 结合卓老师的 给你的这个命题 也把它转变成 在职场的男性 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脾气 受了委屈 应该怎么样去化解 去处理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 职场的培训师嘛 重庆两年的时间 牟利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个 没脾气的成熟男人 结果自己论述不下去 这样我们还是听张老师说 男人到底应不应该有脾气 好 我们看这位选手 在空蹭的服务 这个前面的培训 其实给他很大的提升和帮助 他学会了一些 接人待物呢 这种的事儿 他的一些分寸 所以这里呢 是有很大进步 疑人性略低一些 这里还是有一个痕疾 尽责性 其他几个方面还是不错 那么这位选手呢 总体来说是 还是很优秀的 首先呢 体现在哪里 本来的这个 学历程度不高 但是他 有目标 有毅力的 把自己修炼 成为 更好脾气的一个男人 把他带 到企业当中去呢 好好培养 他是很有成长前途的 好 谢谢张 有脾气 跟有修养 是两回事 所以你不要老强调说 我把我脾气都磨掉了 我所听出来的味儿就是 我克制得好难受啊 如果你是在忍着 是在克制 说明你是不舒服的 而是要把这种脾气 给疏解掉 化解成一种力量 再行 回到你的求职 这个问题上来 你说你上一份实习工作 你拿到六千 一万七 六万份工作 差不多一万一 但其实那不是一个稳定 和有前途的工作 你今天是来找一份 能够培养你的 一块扎实的土壤 你能够在这儿 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以前挣那六千的 不光学不到什么东西 还拖欠了你五个月工资 难道能一样吗 所以如果我是你 我就调到五千 今天尽我能够 想去的靠谱的企业 再加上你的聪明 你不是能够走得更远吗 调吗 调 调多少 六个 我能跟张书全 一个小建议吗 您说 我觉得你讲的时候 虽然讲的 大家可能不是很满意 但我觉得你挺喜欢讲的 你就找到这么一个工作 你的工作 大部分时间 其实你是学习 对 是这样 几年过来 你就不一样了 你想讲什么 你就完全是爱好了 除了培训讲师 其他的干吗 总经理助理 我看你是今天别想了 中层的助理倒有可能 对 中层助理或 销售你干吗 接受管理层销售 我们当时是属于课程顾问 也都是从BD开始的 怎么开始去卖 你觉得你已经跨过了这个过程 对 因为我 那如果你已经跨过了这个过程 你更不怕接受销售啊 你只要到那里一做销售 人家知道 你干过干得不错 马上就把你提到管理了呀 对 而且我们一线销售 是上不分顶的 就跟我在看过一位球手说一句话 人生没走的 每一步路都算数 对啊 我感觉我已经走过这部分了 没说你不算数啊 当时去 那你是不是谈过一个女朋友 下个女朋友可以跳过接触 直接结婚呢 不可以 你还得重新接触不是 因为你跨过了一个行业啊 年轻人应该想一想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们想象 好像觉得 我过去已经做过了 我换一个行业 我前面的所有的基础 又不用做了 又可以一步登天 这其实在职场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一个事情 第二轮选择取货 还有五盏灯 好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推进的职位 苏强 我这边给你的岗位是大客户总监的助理 我还是想offer你一轮基础岗基础销售两个月 如果做得好 直接提到销售管理 我给你是我们加盟联绍事业部的储备督导 聚焦摄影为你提供的是HR总监助理 乐成想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在我们人事行政部的总监的助理 其实跟文君比较像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讲师的一个助教 将来有可能做你的助理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嘛 五盏灯啊 灭三盏留两盏啊 去吧 有请爱玲 陈浩 谈钱不伤感情 请揭晓 好 正好达到你的预期值列签 但是在这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你还是可以跟他们谈谈价格 要谈吗 我想问一下陈总的那个工作地点 你想去哪啊 不知道说是在北京留着培训 还是说直接在山东那边培训 他想去山东 你如果储备独岛得在北京培训 管住吗 不管 不管 爱总这边管吗 管酸奶管两顿吃的 住宿我们是提供给我们门店的整个体系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吧 你要是敢面对挑战啊 来我们这儿 这个年轻人啊 人才积极 我们几万人呢 所以你有很大的竞争空间 当然你也会背负一定压力 比如说如果我晋升到独岛这个岗位 是不是跟我原先独岛是差不多的 是属于全国性范围这么跑 不可能 我们都画区域的 定点 而且你得分哪类的独岛 有可能你画到BP港也有可能 储备你先学习嘛 因为你要学的技能多 好 把另外三盏灯亮去 6000 球莹莹 6000 如果提成高拿提成 提成不到6000 拿6000 刘文君 6000 哎呀 头一次这么统一呢 五个6000呢 我这个可以包10柱 价格也可以弹 不戒不戴你这样的 你真是 现在不能夹 管吃吗 管吃 几顿 我可以夹补助嘛 吃的补助 曾华那是管吃 不管住 我管住 不管吃 来 考验你真的有没有脾气 能够克制住自己内心情绪 来理性选择的时候就到了 你可以在这三个人当中 选一个人来代替 他们俩当中的一位 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思考十秒 你的答案是 聚焦摄影代替游身教育 为什么 不用问为什么 脾气还没磨平 你最崇拜的人呢 有请陈总 黯然离场 有请刘文精 荣耀登场 你要给点力啊 别让我带牌上了 刘总不知道 能不能够一些加薪 因为我知道 优胜教育的发展空间 是特别特别大 但是前期要顾好自己的 吃穿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所以说做男人要忍得住 你到底是不是爷们 天哪 而且你已经有六千了 陈浩给你的不比他少多少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我想问 你一开始说优胜 他选择的选择是第一位 对 乐淳是第二位 对 你居然让他把优胜代替掉了 而不是把乐淳代替掉了 是因为颜值呢 是因为颜值呢 还是颜值呢 不是 不是因为颜值 我有那么丑吗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对 但这是找工作嘛 对 陈总把我吓到了 你没脾气都到了怂的地步了 他哪句话把你吓到了 他怎么把你吓到了 对 陈总说我们这压力特别大 几万人 我不怕压力 但是我害怕 我主要可能一些心理负担吧 我害怕再被拉过去做BD 因为BD当时真的是 七把心酸一把泪做过来的BD BD是怎么个意思 我说的是BP 好了 说白了 你不是你自己所说的那样 还是要经过选择和考验 来不断地认知自己 这两人要选了 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这到底是个看颜值的时代 还是看一个实力的时代 好好考虑十秒 乐纯 聚焦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乐纯 去去去去 我去 我都少不及会了 谢谢你 张树荃 谢谢 张树荃 你因为一个女人的脸玩了两个男人 你说你不选人家 刘文君 你把人家弄上来干什么 还把陈昊那么灰暗地给扫下去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是男同胞吗你 你这应该解释一下 当时刘总不是说加钱吗 然后您这边不让加了 然后选择更好一个方式 你私下可以加的 他下面会加呀 相信平台 你拉倒 你就是为了爱言只找个借口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有老公的 我告诉你 艾琳 以后录节目带着结婚证来 好 再见 我今天录节目 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 然后让我感觉自己的一些自以为是 我想在以后的一些职业规划上 可能在人事总监方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